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盘欧解析 GoMarkets在建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1号,星期一,我是Eric AISS200指数周一收盘上涨了55.6点 收于6663点,涨幅0.84% 今天领涨的是BlackMorris 股票代码是BKL,今天上涨了8.85% 价格收在了79.93 在经历了12月的回调和震荡调整之后 BKL的价格终于又回到了接近80的位置 他们的PE值是84,每股收益有0.873 虽然BKL的市值更高一些 但是股票的年化收益上来说 相较于它的竞争对手AHY还是要差一点的 AHY在12月的暴涨之后 现在依然能够稳定在1.3左右的价格 今天跌幅最大是WOR,下跌了10.85% 价格收在了10.8块 今天这支股票是遭到了大单抛售的 今天的交易量是平均交易量的6倍左右 他们今天发布了COVID-19影响报告 也披露了21年财年上半年的一个大概的财务表现 价格也就跟着基本面应声而动了 贵金属方面 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了 Wall Street Bets最近盯上了白银 因此白银的价格一度拉涨到了29左右的价格 之前有这样的价位还是去年的8月份 黄金的价格则在1860上下 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有比较大的波幅 比特币也曾一度暴涨到了38,400多的价格 现在回调到了33,600左右 财经数据方面 先来说说昨天刚公布的12月PMI 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5.1% 虽然比上个月低了0.6个百分点 但好在仍处于55%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其中制造业PMI为51.9%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.7% 相较于11月这两个指数其实都是有轻微的回调的 此外我在这里预告一下和我们更为直接相关的经济数据 澳洲央行明天将会公布新的利利决议 预计还会保持现有的一个利率状况 虽然利率低于0.1% 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经济刺激因此就要更看一下财政这一方面 能不能给到更多的支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